老實說 現在傳聞說有民主派背景來參選那些人 其實都不是民主派的一些核心分子 也事實上過去幾年 特別譬如特志遠這些 過去幾年在民主派裡面已經可以說聲名狼藉 沒什麼人當他是民主派的了 大家都當他是建制派 只不過他打著民主派站好來 有人用招搖撞騙的時候就自認他 主要是這樣 至於譚香文他做事都挺亂的 據我印象 所以他也不是說很多人都當他民主派 他說自己民主派 大家沒有特別挑戰他 但是他在民主派裡面的動力都很低 另外那個位置更加沒有什麼人認識 所以我覺得現在所謂拿到提名票 或者有機會進入普通集參選那些 都不可以說很有號召力的民主派人士 甚至不是真的民主派人士都不頂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次這個選舉 每一個參選人都先拿到五個界別的提名 這裏已經本身比較難了 已經 現在幾個民主派大政黨 公民黨 民主黨 甚至民協 都說不會派人參選的 沒有人參選的 所以現在出來的都是游兵散用 事實上有部份都是掛著民主派這個名字 希望爭取一些支持民主的人的支持 這個在現在的氣氛和政治環境下是否成功呢 我們拭目以待 當然他們是否最後可以過到資格審查委 每一關呢 暫時都不知道的 不過就看下去了 還未有的 見到譚香文提名被譚香文的是 港區人大的代表陳曼琪 陳曼琪這個人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那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呢 它興奮申禁制年 就是千場旺角的戰聯的 戰聯旺角的那個運動 那它就相繼宣度那個新年的 反送中運動之後呢 它要興奮提案中共人大呢 應該要擾過香港的立法會電立港版的國安法 邀請一國兩制 這個其實陳曼琪提名 唐香文這件事你怎麼看呢 陳曼琪的往績大家都知道的 她是香港所謂法律界裏面 就比較上是極左的一批 她的行為很多人都認為她是破壞一國兩制的 也事實上就為北京話首是瞻之緣 她還每次要皇帝未急 她首先急了先 過去幾年她的表現 大家有目共睹了 大家都不需要對她有什麼幻想 當然啦 她現在這個新種她的身份提名 譚香文有什麼避言大意呢 暫時我們都不知道啦 可能她和譚香文也有私交 她正如我剛才所說啦 現在拿到 有能力拿到五大界別 都拿到提名的一些所謂民主派 肯定都是 面目比較模糊啦 或者她民主的素養都是 不是說那種 就是很堅持說要落實《基本法》的那些 雙普選啊 或者過去民主派內部 都不是很有號召力的那些人啦 所以陳曼琪投避她 我不知道背後有什麼原因 是不是他們有什麼私交 或者有什麼交換 我不知道啦 總之就從譚香文得到陳曼琪提名 我想而知 只是這一點啦 我相信也很難 很難號召到一些民主派過往的支持者 是去對譚香文或者參選是有信心的 或者甚至可能要他們投訴給她 我相信當然會難啦 這個給到香港的選民的一個感覺 其實他們究竟是不是民主派人士 這個之前都有一些香港人啦 或者是評論都說啦 如果說現在這個 所謂完善了的選舉制度進去之後呢 還有民主派人士去參選 他們可能就會質疑她的立場 其實現在好像譚香文啦 或者是他們得到中共人大的提名 那給到民間或者是香港市民的一個現象 究竟這個中間有沒有一個清晰的界線 令他們重新印得到這些人還是不是民主派的陣營的人士呢? 或者是真是民主派的參選人呢? 我覺得他們都是第一 面目可能比較模糊 第二呢 就可能過往在 他本身跟民主派那些主流的民主派 甚至民主派的那些偏封組織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聯繫 這些比較多了 譚香文就剩下一個這樣的例子了 那麼 李致遠話就說民主黨成員有一段時間 但是實際上在民主黨內部都若跡若離的啦 所以我想他們今時今日在香港社會這麼對立 就是迫利用分明底下 他們說自己中間勢力啊 或者民主派那些號召出來 那些人投票給他呢 我相信就 我覺得就很難能動員到一些過去幾年 就是在民主和抗爭運動裡面呢 職業參與民主派人士 或者說前年11月24號出來投票 選民主派那些人士進去區議會那些 在今時今日你叫他投票給這類的所謂的民主派 可能都不容易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那個 即使讓他們進入閘 是不是能夠動員到民主派選舉呢 這個真是很酬成疑問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當他們民主派了 嗯 看到譚香文就說他因為現在的選舉的焦點 有人有輿論就說是否能不能得到中聯辦的祝福 是很重要的 但譚香文就說他沒有找過中聯辦 另外一個方龍飛就說嘗試一下 就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是否在這場的選舉裡面 中聯辦的祝福才是最重要的呢? 那你事實上香港現在的情況是 香港特區政府那個 就是所謂港人治港這個權力呢? 基本上已經被中聯辦、港共辦系統騎劫了的了 那所以過往中聯辦在背後做協調 已經就是 十分之怒骨的了 是吧? 那現在既然都已經做過太上皇了 是吧? 特區政府就承認他們有監督責任了 那也都不符合 其實基本上這些說法 就完全不符合基本上原本的規定和原意的 我經常都說 大家只要看回 以前做過中聯辦主任的姜恩柱所寫的本書 《強國教》的較量呢? 就應該知道當時怎麼定位中聯辦的 但是九七回歸之後 公聯辦就越早代跑了 那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那些說法了 那所以他在背後做協調 就過去都相當之多了 或者他甚至在立法會議員頭部做背後統籌 那大家都公開這些秘密 是吧? 那現在這次選舉既然他都騎劫了 就是特區政府都被他騎劫了 那所以我想他們繼續在背後做統籌 或者甚至更加公開做統籌 似乎都無可避免 那你想想 可想而知 你那位民主派的參與者 竟然會說要嘗試跟中聯辦看協調的那樣 那這點已經不符合基本法所說的民主 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標準了 所以其實只有這一點 已經令人懷疑他是不是真的民主派了 那至於中聯辦的祝福在這方面 我覺得自然是重要了 是吧? 我想特別是那些建制派內部自己爭一爭死 那他們可能也要中聯辦支持才可以有機會得到 得到那五個區域 五個界別的提名 他說甚至最後是不是過到這個資格審査委員會呢? 都是未知之數的 那為什麼看建制派的選舉的趨勢也好 動向也好呢? 其實現在都見到 如果參選的建制派的人士都 紛紛前副後記走去中聯辦裡面 可能商量商量啦 看看有沒有得到中聯辦的祝福才去馬啦 這個現狀都挺古怪的 其實很明顯就不符合《兩制港人治港》的 不過現在就集非成事了 已經沒辦法啦 那建制派自然在這次選舉裡面 那就是沒得爭啦 他們可以贏了啦 是吧? 不過他們內部自己怎麼協調這個問題啦 所以現在暫時最明朗的都是這個民建聯和工聯會啦 那民建聯就已經出了名單啦 工聯會正式的名單 雖然他們不是很全面地公佈啦 但是相信都是那幾個啦 都已經出了街的啦 那他們是不是最後順利的當選呢? 因為有些是會供這個地區直選啦 有些是供這個功能議席啦 有些是供那個人大選委那個派那個界別啦 那是不是能夠入到局呢? 這個還要看下去 因為提名剛剛開始沒多久 我們還要看看其他國路人說他們那個部署會是怎樣啦 所以暫時就很難有一個定案 但是當然這次的選舉他們一定贏了 贏了啦 那也都不會有民主派出來爭的啦 所以他們之間內部怎麼佈局呢? 這個都可能中聯辦可能有個角色啦 他們自己也都可能需要一些妥協啦 那也都看到這次的選舉裡面 有些人想繼續做的 可能現在傳聞都不讓他做啦 譬如黃定光啦這樣 那有些我相信都見識不對 或者自己都得不到支持的啦 那就自動放棄啦 譬如蔣麗雲啦這樣 那有些也都無靈兩可啦 譬如葉劉淑儀這樣 那一路有傳聞說他可能不出來選啦 那但是大家知道啦 他可能都是想借這個講法試一試 自己有沒有機會問頂特首呢 所以暫時都沒有確定他是不是真的不會選啦 那所以我想經民聯也都一樣啦 經民聯也都沒有多少人而已 那所以我想他們都會 都會就是那幾個都是這樣啦 嗯 之前都有媒體報導啦 其實建制派裡面的立法會議員 中央 北京都似乎有些不滿意的喔 就是不滿意他們的表現啦 那媒體報導說他們黑眼睡啦 或者是等等等等之類的 那這次的選舉 你覺得中央有些什麼東西 都是操盤啦 可以這麼說啦 那現在可不可以預計到 那未來的建制派的大黨 會不會還是 民建聯啦 工聯會啦 那些呢 會不會中用其它的部署 參與更加多的中共的因素呢 肯定會啦 因為現在它改變整個香港選舉制度 都是想全部這些人進去的 是吧 那進去 每個人都就是表現絕劣的 就是拍照這個北京啦 北京都很難找個說法啦 雖然大家都知道 現在建制派的表現一向都是絕劣的 這個真的啦 那現在就更多了位 那更加絕劣啦 可能會更加有些不是很合流的 或者品格給人感覺很好的問題的 可能都會選進去啦 那變成怎樣在選到之後 令到他們的表現 能夠贏回一點點民望 為一個扭曲了選舉 提供一點點的聲譽呢 這是下一步的問題啦 所以我相信 有些過去的表現實在是太差的 或者說有些背景都搞得不清不楚 譬如阿創成那些這樣 交代了幾年都交代不了自己的假學位 在哪裡拿回來這樣 那這些就沒得選啦 這個表現也都是很有問題 事實上是吧 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這次肯定就是 建制派內部怎麼佈局的問題 就不是說 就是香港真是有一個真正的選舉 讓各界可以公平自由地選出我們的民意代表啦 那麼選舉都還沒開始啦 連署都發出警告啦 說不得在選舉期之內 善患連一個人不投票 或者是投無效的票 否則呢 要監禁三年發款二十萬 這個現象過去都從來都沒試過 是不是現在香港市民不投票都不行 投白票都不行 大家說說我不投票 你不要投啦 這些說話是不是 不可以說 親碰好了 家人說你不說 現在這個選舉不定 哎呀不要投啦 這些說話 從此要消失 就是我覺得這些做法有一點點荒謠的 事實上就是全世界各地都沒有人說 不准人家投白票啦 不過現在政府就怕很多人去投白票 或者投這個廢票啦 或者說了些五三五四的東西啦 所以就不想這種風氣 就是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氣氛 它就用這個方式嚇人啦 那加上最近你知道 許智峯又說那些叫大家投白票這些東西啦 所以延署出來警告啦 不過我覺得這些做法都 你現在用一種這麼嚴厲的刑罰 什麼叫善劃 善劃這個概念就很殖民地的 善劃意思就是當其他人個個都蠢仔來的 你一個人說話就善劃到你去的了 那這樣的說法其實就很有問題 所以善劃這個罪呢 很多年都沒有用過 不過近這一兩年政府撿出來 將那些殖民惡法翻身 那現在選舉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因為不想有太多人 真是好像一窩蜂那樣去投白票 或者投這個廢票 所以就靠這個人嚇你這樣 那我就覺得就是既然是這樣 大家就不要做啦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想都不用人善劃的了 就是很多人對於這次選舉 已經有很清楚的態度了 用什麼心態 以什麼方式來回應這個選舉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心裡有數了 所以根本就不用怎樣善劃 就是也都出來靠客 也都不會令到這些 就是已經有一種他們自己的策略去應對這次選舉的人 是改變他們的心態了 所以我都估計到時候 那個投票率不會很高的其實 那如果投票率不高的 那對北京政府、香港政府 傳達了一個什麼的信息? 我想這個信息都已經呼之欲出了 就是這次這樣的選舉 我想沒有多少人當是真正的選舉來的 你的資格審查委員會 又這樣扭曲了選舉制度 根本就不是一個公平、公開而不能參與的選舉 那就將香港幾十年來的選舉制度都嚴重扭曲和倒退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身邊聽不少人說 都覺得這次不是一個真正的選舉來的 這個觀念就相當普遍了 所以這次的選舉我覺得就很難引起香港人很積極地投入的 就是好像2019年11月底那次的選舉 我相信都不會再現的了 現在政府可能要擔心 投票率可能太低了 到時候怎麼解釋呢 就是數字就不會騙人的 到時候投票率很低的話 國際社會看到也都心裡有數 香港人都透過這種方式表達了這種態度 肯定是這樣的 會不會連北京或者香港形象受損呢 在國際上 是不是似乎是北京政府會不會都很擔心這一點呢 我覺得就是以北京一兩年來 在國際社會擺出來的姿態呢 它都不是太過固存自己的造工所謂形象的 所以我覺得沒所謂了 就是既然它都要做到這一步了 那形象可能都好像不重要了已經是吧 我 З昂迅沙 做運勞 如果想見到這間 algorithm 也就像是第一眼 swing goal 就像是一片 著展示那 Gente